好,那么在上一节中呢,我们主要介绍了一下 Hypermove里面,Domain和Handos这种 网格变形方式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操作 那么这一家呢,我们主要来介绍一下 就是Domain和Handos里面 我们通过直接改变Domain的这个形状 来改变网格形状的这种方式 在这个地方呢,首先呢 我还是能打开一个模型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弹簧的这个模型 那么这是一个呢,2D单元 我们按一下会计键 切换成单元,我们选择这些单元 再按会计键 我希望通过Domain和Handos的方式呢 我希望来改变这个黄丝的这个直径 并且呢,我们也希望来改变这个弹簧呢 绕着这个轴 就是绕着这个的直径 那么首先呢,还是来创建一个Domain和Handos 我当然创建的还是Local的Domain和LocalHandos 我们进入HyperMorph 进入Domain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选择LocalDomain 好,我们创建了LocalDomain和LocalHandos 我看到我们一共创建了五个Domain 这里面五个Domain包括这个端部的两个这个圆片 构成了RDDomain EdgeDomain 以及呢,整个中间这边的网格构成了一个RDDomain 但如果我们希望对中间这个做 多个创建多个RDDomain的话呢 我们可以自己手动的选择我们所需要的单元创建 或者我们在Pachy10这个地方 我们通过改变,把这两个参数呢 改变这两个参数让它自动的来切割 但对于这个模型要求来说呢 我们这个是够的 对于MorphVolume,Domain和Handos这里面 我们变形呢 我们通常会在Morph这个字面半径 那么这个是我们通过移动Handos的方式 来影响Domain 从而呢,影响内部的网格 这是我们直接改变Domain的形状 很显然,如果我要改变这个黄丝的直径 那么在这里面,我选择Distance 我在上一讲中已经介绍了 很显然在这地方我们还是要选择Radius 那么这个Angle是指Domain的这个夹角 主要是指EdgeDomain 包括呢,EdgeDomain,圆段的EdgeDomain 上所对应的这个角度 以及呢,不同的这个EdgeDomain 主要是圆弧的这个EdgeDomain 它的这个曲率的这个比值 比如说我们要改变这个黄丝的这个直径 我们选择这个EdgeDomain 我们选择这个EdgeDomain 我们选择了它之后 我们要不要选择这个面片的这个2DDomain呢 我们并不需要 因为我们当我们EdgeDomain变大变小的时候呢 这个,由于它跟这个面片的2DDomain 边上这个节点是共节点的 所以呢,它会自动 这个端部的这个圆片呢 会自动的协调的来改变 那么我们这边呢 也是选择EdgeDomain 那我们选择了它之后呢 我们要注意 我们所依赖的这个轴 应该是垂直于它 应该是它的法向 所以我们这地方应该切换成Phinomal 好,我们再来选一下 好,我们把它去掉 重新选一下 好,这时候它的值是7.499197.5 那么这个值是代表当前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值 这个 算计 如果比如说我要改成10 我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输入10 这个Hold Center是指 这个EdgeDomain的这个圆心 是在这个位置 那么就这个位置 它在变的过程中 始终呢 位置保持不动 好,我们改变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很显然它做了这种改变 并且单部的圆盘 确实跟着它协调的变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只在弹簧的这个两端直径变了 中间这么多网格呢 并没有动 这似乎跟我们所说的是矛盾的 因为我们说过 这个EdgeDomain改变的时候 这个节点也属于中间这个2DDM 那按道理它也应该影响整个这个 事实上它的确是影响的 但是呢 由于整个2DDM呢 非常的多 那么它这个影响的这个范围呢 很小 比较明显的影响到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端的 前面这个三四层网格 比如大家看到 我们要想让整个中间这个也跟着动的话呢 跟着改变的话呢 我们除了选择这个2DDM 还要选择这个中间这个2DDM 然后我们再来改变它 那这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整个黄丝直径呢 都跟着改变 好 我们可以把它保存成一个形状 save成一个形状 比如说Domain1 我们把它保存成Load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希望呢 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希望改变这个黄丝环绕的这个直径 那很显然呢 我还是选择这个Radius 并且呢 我还是希望这个轴呢 不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绕的直径 环绕的这个轴呢 是Z轴 并且呢 经过这个点 好 那我们这时候再继续选择这个DM 选择中间的RDDM 选择这个AGDM 我们这个要不要选呢 其实你还是不用选 因为呢 这个范围比较小 我们还是可以呢 当我们AGDM改变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影响它 好 我们看到它为什么还是10呢 因为我们这时候环绕的轴呢 应该改成Z轴 并且呢 我们经过这个基准点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环绕的 当前环绕的这个平均直径应该是 平均半径应该是48 如果我希望它改成70呢 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呢 似乎出乎我们的意料 所有的这个单元都被压到 绕这个轴 大概70的这个直径范围 这显然跟我们所想的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希望呢 平均这个从48呢 变成70 所以我们这种方式呢 我们刚才是直接让它们 变成70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让每一个单元 都在现有的基础上呢 增加一个 那么这样呢 它会跟着呢 一起来改变 好 我们把它保存在另外一个形状 那么除了改变这个圆之外呢 那么 out dimension里面的radius 还可以用来呢 改变 比如说倒角的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呢 选择fill it 那么底下这两个的意思是指 heard end 没有s的就代表 就是倒角的 一端 是不动 另外一端呢 是动的 heard end 是指倒角的两端 两个端点的位置呢 都不能动 都需要保持住 大家需要注意到 这个 两个的这个 微妙的这个区别 那这样呢 我就把 斗门和憨道斯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操作呢 做了一个 简单的这个介绍 然后呢 在实际的这个 冒附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能呢 随着我们遇到的这个 复杂程度 或者说模型的特殊程度 不一样呢 我们仅仅呢 使用刚才介绍的这四种方式呢 可能还不够 我们需要充分利用 模型的一些对称线 或者其他的一些要求 比如 我这地方呢 再来打开另外一个模型 我们来看一看 那我这边有一个车的模型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车的模型 那比如说 我希望呢 把这个 看一下困形线H 我希望呢 对于这个车呢 做一个全局的 比如说我把它拉长 比如说我就把车头部这块呢 把它沿着X轴拉长 那这个车呢 我们放到这个视角下 我们来看看 很显然呢 它的这个左右呢 是有对称的这个效果 我让它沿着这个平面来对称就可以 那对于这种方式 我们选择 什么样的这个四种方法中的 哪一种方法来操作呢 我们说过Movvolume和Global domain和Handle呢 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个意思 并且呢比较适合全局的比较大的这个变形 所以呢 我们在这地方呢 还是会选择呢 就是Movvolume或者Global domain和Handle的方式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使用Movvolume的方式来尝试一下 我们可以进入到Movvolume里面 我可以创建一个Movvolume 我就直接选择第一个创建一个长方块就行了 那我希望呢 如果移动这个Node的话 把它拉长的话 那么所有的这些节点都会呢 受到影响 那我希望呢 就是说后部呢 尽量不动 或者影响比较小一点 好 那我所有可以把这块呢 把它切一段过来 我只看这边就行 所以我在这边呢 0.6 那个好 比如说差不多到这 切 好 我来把这个Handle的尺寸呢 稍微变小一点 那么 由于我们说过它是一个对称的 所以呢 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对称 我们只需要移动一段就可以 好 那我们来在这地方创建一个 坐标系来定位这个对称 我们进入System 选择 在这个地方作为 坐标系的原点 这个X轴 这个是Y轴 这样我们就创建了这个 就是Dekar坐标系 我们再来呢 创建一个对称 我之前呢 介绍过 就是说轴对称 一周对称的多个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单个平面对称 所以我在这地方 只要选择这个局部坐标系的 X轴 就可以了 一定要构选住 Morfolium和Mapping 那么这个 黄色的框就代表了 平面的对称 那么这个呢 这个Aproximator就是指 即使你不是严格的这种对称呢 我们也可以实现 这个Multilateral是指 无论你在 这个对称平面的哪边改变 那么在其他方向上呢 对应的 比如说我在这边变它 然后这边跟着变 在这边变 这边也跟着变 那么它是双向的 给大致这么去理解 好 我们使用呢 变形的方式非常的简单 我就直接呢 拖动这个节点就可以 好 我们进入Move Node handle 比如说我就沿着 全局坐标系带 X轴移动了500 好 我们很显然看到了 就是 跟着 对称的这个平面呢 一起来动 好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Undu Redu一下 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 我发现车的确是拉长的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在于 我们这地方的轮毂 我们原来是圆的 但是现在呢 变成了一个椭圆 这很显然不符合 我们实际的这样一个要求 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见过 哪个车的轮毂呢 还是这种椭圆的形式 所以显然直接这种方式呢 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 我们希望的是 我们在拉长这个车身的同时 这些轮毂 你可以前后动 但是你要一起来动 就你不能够改变这个轮毂的形状 那么这个呢 就需要我们在Move中用到 所谓的这种约束 就是Move Constraint 也就是说我们在Move中 我们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些 我们认为必须要保持 或者不能变的一些东西 那么这里面提供的约束有 比如说固定 就是哪些节点 我们不让它动 就尽管它可能在我们受影响的 这个范围呢 我们还不让它动 Cluster就是要动可以 我们让它一起来动 或者我们让它沿着某个方向 或者光顺 或者沿着某个线 在某个平面沿着某个方程 或者我们希望它的角度 面积 体积 质量 等等保持不变等等 那么对于这个地方 我们显然是希望这个轮毂呢 要动可以一动 但是要一起动 所以呢 我们这地方选择Cluster 好 那我们把这些轮毂呢 我们找到 然后我们来翻回 选择 选择component 找到这个 好 是这个 我们把整个轮毂呢 把它选择 按快捷键 I 就Isolate 单独显示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给它设置一个 Cluster 就是我们让这些节点呢 跟着一起来动 这样呢 就可以保持 它这个 仍然是圆的 这样一个形式 好 我们在这地方呢 把我们刚才设置的 这个 墨幅的这个 暂时关掉 大家注意 无论是对称 还是我们设置的 这个约束 在默认的选项中 它都是处于激活状态 所以呢 我们不用单独来激活 按一下快捷键 A 那就是所有的都可以显示 好 我们这时候再把我们的Move Volume 和Handle呢 把它显示出来 好 我们这些个时候 我们再来对它 做这种移动 好 大家看到 这时候车已经做了这个移动 我们这时候来看看 你看 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轮毂呢 还是保持这个 一直保持这种圆的这种形式 这就是Clust的这个作用 好 这个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Hyperworks X这个界面下 我们关于Move呢 有新增加了 有一些这个功能 我可以呢 来快速的来看一下 那我还是通过呢 之前的那个 比较简单的这个模型 我们来看 我们在主菜单Mesh这个地方 有一个MoveMesh 我们可以在这地方呢 通过移动 比如说边 这地方的节点 面或者边 你可以这个面和边 可以认为是单元构成的面和边 这个特征 然后选择这个边 选择这个边 选择这个边 那么呈现出灰色的这个 黑色的这个单元就代表 所受到影响的这个单元 我们把它呢 Target我们可以选择 到几何的这个线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Move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会呢 自动呢 拖到这上面 那同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继续呢 来 就是 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地方呢 对于这边呢 也来做同样的这个操作 那么在Target这地方呢 我可以对它做 找到这个线上 然后Move 这个呢 是你可以加的这些片子 那所有这些呢 你实际上你可以呢 好 我们来按照同样的这个方式呢 我可以把这边呢 一起来操作一下 对它选择的所谓的边 实际上是指边构成的 呃 网格构成的边的这个特征 好 我们再来呢 这样就可以 那你可以呢 直接呢 在这地方呢 如果你选择某一个面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你看 你可以直接这样拖动它 也可以 我们按Ctrl Z呢 就是恢复到了 原来的这个形式 那如果是面的话呢 我们同样呢 可以把它呢 应识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面上 就是我们Ctrl Z转回 我们Ctrl Z转回 我们可以呢 到这个面上 那同样我们可以移动这个面 然后Target我们也选择这个 Service 那我可以Move 那这时候它仍然是协调的 相互周边的网络是协调的 因为你通过这个灰色的这个 可以很容易的呢 来看这个 那我们可以把 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呢 移动的这个Move呢 可以创建出一个形状变量 你可以在这地方呢 给它预览 你可以预览 如果你有设计变量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创建一个设计变量 这个当然了 我们在优化过程中呢 会需要用到的 那么这个初始值0就代表没有变形 1呢就代表 当前的这个箭头所指的 当前的变形 -1呢代表呢 沿着反方向上的这个变形 那么它会自动的创建 这样呢 也使用我们自己创建 这是X里面形容到 可以看到呢 很多跟我们之前的 还有不冒附里面呢 会比我们之前 HyperMorph中 要更加的这个简单 操作起来 更加的这个 这个步骤的更少 好 那么整个HyperMorph的一些 基本的介绍呢 就到这 那除此之外呢 HyperMorph里面还有很多的 这些内容 我还没有讲完 包括呢 有一些非常强大的一些功能 那么比如说 这里面你可以对Share 做各种这种操作 你也可以呢 来预览一下你的这个Shape 你可以对你的Shape呢 做这种动画的这个预览等等 包括呢 你可以创建出这样一个视频 那么你可以改变这个动画的这个速率 播放的速率等等 以及通过颜色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呢 哪些区域呢 受到这个影响 好 那么我通过呢 这几次视频呢 把它呢 快速的这个串联起来 那么整个Morph呢 我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